野蛮 怎么说走就走啊 皇兄 此病 小景能治 我 小景乃一仙之徒 定有办法治好此病 只是事成之后 想请皇兄 答应我和小景一个请求 不能让他扶着 圣上哥哥 这病我也能治 臭中妹 贸然就答应了圣上 做决定前就不能和我商量一下嘛 每次都这样 野蛮人 小姐 你就别生王爷的气了 王爷定是想帮你恢复名分 才跟你揽下此事的 好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可我就治点皮毛衣书 我连自己的肠胃炎都没治好 我怎么治别人啊 这下可好 两地建脚 生死存亡 就细在我这个 我这个落魄千金身上 我又要斗小三 又要治瘟疫 哪分得出精力啊 简直是 前后夹击父辈受敌 伤心欲绝混淡天涯 小姐 睡了吗 你别进来 你不是一意孤行 跟圣上建议 我治全圣经的人吗 还要来看我干嘛 我现在在看机 没空看你 可是再生本王的气 我哪有空生气啊 我研究瘟疫还来不及呢 喜瘸 快 给我更业 我睡啊 小姐 本王今日 之所以会那样 替你硬下瘟疫之事 只是想借此 向皇兄谋得一个 许你名分的机会 并非是有意不顾及你的感受 小姐 可以开门吗 那 公主不是差人来说 她身体抱恙 要你去看看吗 你还来我这儿干嘛呀 再见 不送 好吧 那你 早些休息 怎么没生啊 难道她真的走了 喜瘸 去看 小姐 王爷真的走了 这个野蛮人 怎么说走就走啊 这是给你的补偿 野蛮人